托米凭KPL历史石家教练 AG功勋冠军教练没一个上榜 月光作为第一位帮 AG拿到冠军的教练 虽然后面没有连续夺冠 但是创造出的光之轮换 在当时还是很优秀的 可惜被大魔王SK给制了 阿宝的BP一直都被大家所看好 甚至他的巅峰对决胜率很高 所以当时春季赛输给狼队 很多人都觉得阿宝去BP就能赢 奶茶上不了石家教练 其实还是说不过去的 毕竟他是国家队教练 还拿过首届亚运会金牌 如果不是亚洲杯取消 估计他还能继续为国争光 只能说托米净的石家教练 水分有点大 罗姆我继续那话题了吗 我心目中的石家教练怎么样 可以吧 我先把三个王给他拿开 SK给Mini九折的三个冠军 十几个的我就不说了好吧 然后CD 认不认 认不认 CD 别管我认不认 你先牌吧 好 CD 然后Helios Helios Helios 你没听错 Helios A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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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林离落算一人 合理吧 罗姆 不能分开吧 行行行 老林 老林离落算一人 好吧 算一人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 陈天泽 八个了 陈天泽 陈天泽 第九个 你们知道谁吧 Bikman Bikman Bikman能接受吗 Bikman 还有第十个的话 有那个 两个选择 有两个选择 你喜欢听哪一个 一个是那个 艾斯 一个是行天 这两个人呢 我觉得他们是 亲生代教练算比较不错的 选择小教练给他们个没问题的 还可以的 那小灰兰呢 Bikman 我先问你那小灰兰呢 小灰兰历史实家怎么排啊 能排到一百名看万了 我说说话 高明也得排个五十名看万 我跟你说 开玩笑呢 你在 我的天哪 好 好